秋香 来 把药盒了 然后把这个合同签一下我就走了 秋香 你知道不知道 最近你天天往我家跑 邻居都以为你是我女朋友呢 真无聊 我是来给你汇报工作让你签字呢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清白的 但邻居不这么认为呀 我也不这么认为 那你怎么认为 我认为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喜欢我了 最近 你对我这么关心 这么照顾 住院之后呢 你又冒遂自荐 要去我公司帮我处理工作 现在公司的人都把你当成我女朋友了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 他们都说你是老板娘 当时我主动提出去你公司 是因为我最近刚好需要一份工作 但 没想到你这么信任我 让我当你的助理 所以我只能承担起这份责任 把你把公司搭理好 照顾你只是顺手的事 秋香 刚认识你的时候我觉得你 挺活泼开朗的 但自从你来到我公司之后 我发现你好像变了 变得少言寡语 成熟了不少 人总是会成长的 稳住心态才能踏实做事 哈哈 是是是 这次换了个针道膝盖 我觉得倒是挺开心的 因为 我觉得咱俩的关系 也更进一步了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秋香 有你真好 秋香你电话响了 秋香 秋香 嗯 你电话响了 哦 哦 秋香 嗯 谢谢你这么信任吧 不是秋香你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刚才那个电话你怎么问 没事 你快点把病养好吧 工作人需要 谢谢你啊秋香 最近真是辛苦你了 等我 养好这个腿 我一定好好感谢你 你坐点休息吧 我先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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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